包膜开膜流程 整理确认好模型 切割好对应的木板以及相应的真空槽 本视频介绍的微空新产品不需要真空槽 把模型粘在木板上 木板边缘位置固有10米左右 固定好之后清洗模型 把油泥压成4毫米左右的油泥片 面积根据模型大小确定 注意,模型凹进去太深的部位 用油泥先填充 用油泥片把模型木板包起来抹光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注意,油泥必须紧贴模型 注意,油泥必须紧贴模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包好的模型5毫米左右 用木板将四面围起来 固定并分锁好缝隙 注入调好的石膏 石膏最好是抽一下真空 石膏干后,拆开木板 修整石膏外表 键整石膏后,开刀取出模型 键整石膏后,键整石膏后,键整石膏上有限 键整石膏后,键整石膏后表 键整石膏后的键整石膏后 施高外磨内部用卸纱纸打磨平整光滑 清洗模型并吹干 将泥巴针重用来确定硅胶用量 在石膏外磨内表面涂上凡是零便于托膜 把石膏外磨按定位套在模型上 打胶固定外磨和下料桶 下料桶用来增加硅胶压力便于注入硅胶 注入搅拌均匀抽过真空的硅胶 大概4小时后硅胶完全固化 脱掉石膏外磨 修剪多余的硅胶以及下料口 在地下招待收入 测量桶上就像中冰山 这样子用来增加点 摆石膏外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磨线粘最细的铁丝 用来分割石膏 紧贴着木板为磨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石膏快干时 把铁丝曲线向上拉出 然后修整石膏外表 表面要水平 该磨为空心模具 石膏边缘尽量修整圆滑 必于操作 打开石膏外膜 取出硅胶模具 至此整套流程完成 24小时后可以投入生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